下午三十四十五分,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来到北京展览馆,走进展厅参观展览。 展览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、新理念、新思想、新战略为主线, 安排设计了十个主题内容展区和一个特色体验展区, 充分运用多媒体和声光电手段,浓墨重彩,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,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,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,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,统筹推进五位议体总体布局,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,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。 展示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,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新变化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、幸福感, 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良好精神风貌。 展现全面深化改革四梁八柱主体框架的生动视频, 反映全国人大立法工作和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详细数据, 展示先进典型时代楷模、群星灿烂、七星共鸣的立体柱, 演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遍布全球的多媒体产品, 呈现干部队伍建设和全面从严制党的图文展板, 港珠澳大桥模型,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1978-2050示意图, 世界上下潜深度最大的作业型载人潜水器焦龙号模型, 中国自主研制的首台400马力无极变速拖拉机, 强军征程扬帆远航武器装备模型, 一件件实物模型,一段段视频资料, 一张张图片图表, 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, 他们不时停下脚步仔细观看, 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, 并详细询问有关情况。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 中央书记处书记,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, 国务委员,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, 全国政协副主席, 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参观了展览。 志格伍甫パータ院会副主席, 主兹委员, 社会律指定、 休息众党、 政界 political政协副主席, 坏国务和战场, 空战场站制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